歡迎來到華視生物器相當 來觀看新天氣 可以看到明天台灣上方的水氣並不多 天氣和今天是類似的 明天一樣吹的是西南風 就來看到雨區預報圖的部分 今天晚上到明天清晨 尤其是清晨到上午的這段時間 迎封面的新南部地區 有零星的短暫雷震雨 有局部地區呢 有局部較大雨是發生的機率 要多加留意囉 到明天白天的時候 尤其是中午過後 各地的山區也會有短暫的雷震雨 另外東南部地區則是要留意 分封的發生 接下來就帶你來關注 明天的高溫資訊圖 明天亮紅色燈號的 可以看到是花蓮縣 花蓮縱古的部分 明天要留意有連續出現 三十八度以上高溫發生的機率 另外亮橙色燈號的 包括了雙北市 還有台東的部分 明天要留意有可能出現 連續三十六度高溫發生的機率 有可能來到三十八度左右的高溫 另外黃色燈號的則有宜蘭 還有苗栗一倍的地區 明天的高溫會來到三十六度以上 接下來就帶你來關心 明天各地詳細的天氣預測 明天基隆台北新北一樣很熱 二十八到三十七度 要注意防曬多補充水分 桃園新竹苗栗 二十八度到三十六度 台中彰化南投二十六到三十四度 降雨機率百分之二十到百分之五十 雲林嘉義台南二十六到三十三度 降雨機率一樣百分之二十到五十 高雄屏東降雨機率比較高囉 百分之五十到百分之七十 東半部地區宜蘭花蓮台東 二十七度到三十五度 再來看到離島地區 馬祖金門澎湖二十七度到三十四度 最後天氣小丁寧 當然來看到這幾天的天氣變化囉 這個星期一樣盛行西南風 中南部地區的天氣比較不穩定 有不定時的降雨 而到了下個星期二星期三 受到封面在台灣北部海面的影響 到時候北部東北部有短暫雨 全台降雨機率提高 不過還要持續來觀察封面的位置 以上天氣資訊提供給您